在上一回我们讲到朱元璋废除了丞相制度 这个丞相制度可以说是延续了千年 在朱元璋之前呀 很多的皇帝也不喜欢丞相制度 为什么呢 因为丞相要跟皇帝分权 但是朱元璋之前的皇帝们 为什么没有能够废除这个丞相制度呢 这是因为呀 他们比较懒 丞相毕竟是可以帮助皇帝干很多活的 朱元璋和那些皇帝不一样 他从小就吃苦耐劳 身体又棒 精神头又足 他不怕多干活啊 所以呀 他干脆把这个丞相位置给废了 那么上一回我们也说了 在朱元璋废除了丞相位置之后 他自己呀 也做出了很多的光辉事迹 可以堪称是一个劳模 怎么说呢 历史学家吴涵先生曾经统计过 从鸿武17年 也就是公元1384年的9月14号到21号 仅仅的八天时间里 这个朱元璋啊 就收到了1666件公文 合计是3391件事 平均每天呢 他要看200份文件 处理400件事情 这可真是让人心惊胆寒的一个数字 朱元璋那个时代 没有劳动法 他干八天也不会有人给他加班费 但是他就这么不停的干下来了 这也使得他讨厌那些半天说话 说不到点子上的人 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就表现了这一点 当时的户部尚书 如太素 曾经上了一篇奏折给这个朱元璋 朱元璋呢 就让旁边人啊 把如太素的这个奏折念给他听 结果呀 念奏折的人念到一半的时候 就用了将近三个钟头的时间 那里头写的都是什么 三皇五帝 人意道德之类的 朱元璋听都听烦了 当机立断 命令那个念奏折的人 别念了 啊 叔叔 有多少字啊 好吗 别念奏折的一数啊 已经念了一万多字了 朱元璋给气坏了 马上命令 传如太素觐见 让侍卫把这如太素给找了 狠狠的揍了一顿 可以看得出来啊 废除了城乡制度之后 朱元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不过呢 他本人并不在意 因为在他看来 我多干点活 不就行了吗 然而事情 远不像朱元璋想象的那么简单 为了更清楚的 说明皇帝和丞相之间的 这个权力制衡关系啊 我们用另一种方式来进行表述 这个双方的关系 其实就可以用拔河这项运动来形容 皇帝和大臣分别在绳子的两头 向着自己的方向用力拉 这项运动并没有裁判 但是却有一项不成文的规则 那就是奶头也不能太过分 双方的进退都要有一定的限度 那么这个限度呢 是上千年的政治实践划定了的 他告诉这个拔河的双方啊 哪些事情是皇帝可以做的 大臣不能干涉 哪些个事情呢 是大臣应该管的 皇帝应该允许 在上千年的皇帝与大臣的这种拔河当中啊 这个规则是在不断的完善的 双方都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能做什么 就在这样的规则当中 权力达到了平衡 而朱元璋现在他不守规则了 改变了这一切 他把丞相拉得东倒西歪 并且宣布丞相从此被解雇了 得了 咱也甭拔河了 您呀 拿着这根绳子回家晾衣服去吧 朱元璋似乎认为这样就解决了问题 权力由他一个人掌握就可以了 不再需要所谓的平衡了 可事实证明他错了 历史规则不是他小小的朱元璋 想改变就能改变的 那么既然朱元璋并不喜欢这样一种平衡 历史之神就将给他的子孙 安排另外的拔河对手 而这个对手 与之前的那些人呢 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怎么不一样了呢 以前的那个丞相们呀 他们还是守规则的 现在老天爷 给朱元璋的子孙安排的这帮对手 他们也不守规则 这我们就要说明一下了 朱元璋不守规则的行为 只是害了他自己和他自己的子孙 辛苦操劳 而对于整治明朝的政治而言 并不是一件坏事 朱元璋啊 可以说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却没有砸到那个巢蛋 在我们的历史和生活当中 有着很多非常奇妙的规则 这些规则呀 看不见摸不着 却始终都起着作用 比如说著名的黄金分割率 这个以黄金分割的比例来确定的图案 那肯定是最漂亮 最美丽的 划分的结构呢 也是最合理的 有很多的艺术高超的二胡演奏家都发现 在胡琴这个弦的某个位置 拉出来的那个音色是最为优美的 经过验证之后呢 发现那个位置正是这个胡琴弦的黄金分割点 这些规则呀 确实是太神奇了 如果你依照这些规则去做呢 你就能够获得事倍公办的效果 而如果你违反了这些规则 你就会受到他的惩罚 在历史当中也存在着神奇的规则 那这些规则在冥冥之中 可以说是操纵着一切 没有人可以抗拒这些规则 那刚才我们说了 在皇帝和丞相的这个拔河当中 历史规则是起着作用的 一千多年以来 王侯将相们 那根据这一规则都确定了自己的位置 现在呢 朱元璋无视这个规则 他认为自己能够彻底消灭丞相制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确实做到了 他可以让丞相不存在 可以让丞相回家 是不是取消你这个丞相的官位 并且说了 往后啊 谁也不准设置丞相这个位置 朱元璋利用自己的权力 消灭了丞相制度 消灭了丞相的这个职位 但是呢 在这场斗争当中 他就真的胜利了吗 事实证明啊 历史的辩证法 跟朱元璋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 他搞出了一批名叫内阁大学士的人 这些人 除了名字不是丞相之外 其余的一切呀 和这个原来的丞相 没有什么区别 更据讽刺意味的是 他们这些人的权力 甚至要大于前朝的任何一个丞相 这些内阁大学士 无孔不入 无所不管 他们不但管理国家大事 还管理皇帝的私事 比如说 他们不准皇帝随意骑马游玩 不准皇帝乱吃药 不准皇帝随便选择 和自己喜欢的继承人 他们甚至开创了 属于自己的名臣时代 一个几乎没有皇权制约的时代 朱元璋想用自己的一己之力 改变延续千年的权力制衡 最终呢 受到了历史规则的惩罚 朱元璋来到历史的商店里 还想买一块肥皂 历史编证法 却强行的搭配给他一卷手指 如果朱元璋 权下有知自己的行为 导致的却是这样的一个结局 那估计他只能是哭笑不得了 朱元璋这个人是伟大的 但是同时也是渺小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历史规则这个庞然大物面前 任何人都是那么的渺小 即便是朱元璋这样的皇帝 也不例外 有那么句话说 历史大朝浩浩浩商商 顺之者唱是逆之者亡 这句话说的一点没错 好了 分析完了这个城乡制度之后啊 咱们继续的说故事 这个朱元璋杀掉了胡维庸 废除了城乡制度 但是他并没有就此罢首 他的这个眼睛又转向了掌握军权的大都督府 当时啊 掌管都督军权的正是他的外甥李温仲 这也是一位名将 事实证明啊 在不信任大臣这一点上 对于自己的亲属朱元璋也是一视同仁 他改组了大都督府 把这个军事机构分成了左中右前后五个部分 至于原来的统帅李文忠 他也没有放过 由于李文忠啊 曾经指责过朱元璋滥杀无辜 而且触怒过朱元璋 所以呢 朱元璋决定送佛送道西 是连李文忠一块杀掉 就在他准备动手杀李文忠的时候 这个马皇后站出来阻止了他 求朱元璋看在李文忠立有大功的份上 留他一条性命 朱元璋啊 从来不买别人的面子 但是马皇后可与别人不同 因为马皇后和他共过患难 情深义重了 于是这个朱元璋听同了马皇后的劝告 放过了李文忠 但是呢 虽然饶了他的死罪 还是对他进行了严厉的处罚 并且削去了李文忠的职位 处罚李文忠并不是一个单独事件 他有着非常深刻的含义 这件事情啊 可以说是被朱元璋用来告诉所有的大臣 哈哈 我在检除异己这个问题上 是有着大义灭亲的精神的 没有人可以例外 胡维庸案件牵涉的人是越来越多 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说已经演变为屠杀了 那些办案的官吏们手持名单到各个衙门去找人 找着就抓 抓回来就打 然后逼供 再根据逼供得到的这些名单 又去抓人 这些人权力极大 即使在衙门正在办公的时候 他们也能公然闯入抓走所谓的犯人 从而导致了很滑稽的现象 在那个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往往啊 这个官老爷刚才还威风凛凛的在堂上断案呢 这帮个人一进门 把这位官老爷从堂上拉下来 靠上枷锁就带走了 下边跪着的这个犯人呢 还没审完呢 怎么回事 这个看的是目瞪口呆 侦办胡维庸案件的线索来源呀 主要是两个部门 一个叫亲军都卫府 大家伙可能对这个名称啊 并不太熟悉 但是要说到后来他的名字 那可是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这什么呀 是锦衣卫 另一个呢 其实并不能够称为部门 他只能叫一个群体 这个群体的名字叫简孝 他们这些人呢 没有固定的编制 都直接向朱元璋报告自己探听到的各种情况 可以说他们是朱元璋对主要的耳目 这些人晚上都不睡觉 到处转悠 从这个史料上来看 他们的这个窃听和跟踪的手法是十分的高明 比如说国子舰的一个祭酒 就是管祭酒的官员 叫宋纳 有一天上朝啊 朱元璋问他 哎 为什么你昨天晚上不高兴啊 宋纳大吃一惊啊 主公 我我没不高兴啊 我我我昨晚上我在家里 我有什么不高兴的呀 朱元璋 嗯 你肯定昨天晚上不高兴了 不信你看 从后头啊 叫人拿出一幅画来 正是画的昨天晚上 宋纳生气的表情 这么一个画像 哎呦妈呀 这可真是让人毛骨悚然 吓坏了 您知道这个宋纳 他不是在大街上睡觉 那是在他自己家里头 在他的卧室或者是客厅里头啊 在那地方生气了 你说这些简校们 不但是一直的监视着他 还居然饶有兴致的 把他生气的样子给画下来 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在这个没有照相机的年代 深更半夜的 你坐在自己家里头 居然就在离你不远啊 很可能就是在你屋里 有一个人正一边看着你 一边帮你画像呢 这种情节啊 那么在现代恐怖片里倒是常见 不过呢 在那个时候 它就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说到了这些简校啊 这些人来源也非常的复杂 主要是一些社会上的嫌反人员 也有文武官员 甚至还有朱元璋的一些老乡识 什么人呀 庙里的和尚 这些人互相并不认识 都是只受朱元璋的调遣 全是单线联系 这些人无孔不入 捕风捉影 制造了很多的冤案 正是有了这些人的帮助 让朱元璋在胡维庸案件的办理上 是越来越得心应手 杀人越来越多 闹得那些官员们 惶惶不可终日 牵涉的人是越来越多 甚至连已经退休的人 也被抓了回来 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宋莲 那位说了这宋莲是哪位呀 宋莲呀 是朱元璋手下著名的文臣 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 宋莲呀 和刘姬是老乡 那么他被朱元璋委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什么任务啊 就是给他的太子朱镖当老师 宋莲可以说是非常完美的完成了这项任务 在他的这个教导下呀 朱镖和他的老子朱元璋完全不同 他是为人宽厚仁慈 很有一副这个明君的那个架势 后来宋莲又被委任修原始的任务 担任总裁官 但是呢 在朱元璋眼里呀 并不看重宋莲 虽然呢 干了这么多重要的事情 但是在朱元璋的心中 宋莲只是一个文人 写点文章还行 并不能出谋划策 所以呢 朱元璋授予宋莲最高的官职 也只是一个小小的汉林学士 一个正无品的官 直到了洪武十年 也就是公元1377年 宋莲退休的时候 他这个官职啊 还只是个学士 朱元璋虽然没有重用宋莲 但是呢 却十分的相信他 这在很大的原因上呢 是由于宋莲的个性 宋莲这个人 是一个出了名的老实人 不论是什么事情 从来都是说实话 办实事 就连这个朱元璋本人呢 也感叹过 说宋莲伺候我二十年 没有说过一句假话 也没有说过别人的一句坏话 这真是一个闲人啊 宋莲退休的时候是68岁 朱元璋送给他一块布料 并叮嘱他32年之后 拿这个布料啊 做一件百兽衣 那也就是百年之后 您拿他做兽衣吧 宋莲当时感动的是 老泪纵横啊 然而还没到三年呢 朱元璋就为宋莲 准备了一件新衣服 什么呀 球服 这是怎么回事呢 据说是由于宋莲的孙子 被查出来 参与了胡卫庸的谋反 跟这个胡卫庸的案件有牵连 朱元璋就不远千里的把宋莲给召回来 召回来干嘛呀 他要把宋莲也一块杀掉 所谓的朱莲九族 这也反映了朱元璋的另一个个性 那就是选择性健忘 为什么呢 前几年还对人家挺好的 还给人家布料呢 让人家百年之后做受益 那现在呢 把人抓回来就想杀了 哎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 还是马皇后站了出来 他呀 成功的劝说了朱元璋 让朱元璋放弃了杀死宋莲的想法 可以说是放了宋莲一条生路吧 从此之后 这个朱元璋的行为是越来越偏激 手段越来越狠毒 除了马皇后之外 很少有人能够改变他的决定 那么在洪武十五年 也就是公元1382年的八月 一个人去世了 这个人的死在历史上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 但是对于朱元璋来说 这却是一个真正的悲剧 因为去世的这个人呢 他不是别人 正是朱元璋心爱的马皇后 那么马皇后的去世 到底给朱元璋带来了怎样的打击呢 咱们下回接着讲 果然是个真正的质量 那边是个真正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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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什么真正的质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